抬头一看就是耸立的高山 云雾缭绕间感受着大自然的气势 低头一寻就是古老的踪迹 畅游在历史的海洋 这里就是松山脚下的登峰 也是最早被认定为天下之中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的运河之行来到了河南登峰 登峰这个名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登高 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在松山脚下 它的名字也是大有来头的 跟武则天有关 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转一转登峰市 然后去尝一尝登峰的特色炒刀销 登峰天下之中的称号最早来源于西州 因为在州里当中有记载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四十之所交也 风雨之所会也 阴阳之所合也 所以在古代统治者的意识里 只有居于天地之中 才能无所偏移的统治天下 从而达到和谐之治的目的 周公在松山采用力土规测日影的方式 通过反复观测每日日影的变化 确定了登峰就是大地之中 这次测量还间接推动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 有了天地之中的称号 登峰这里也就备受统治者的青睐了 到了唐朝达到鼎盛 武则天这一生当中 至少来过松山八次 直到公元696年 他自己亲自登上松山 举行了丰山大礼 登峰的名称就是来源于 女皇武则天 登松山 丰中月 也就是从这时起 松阳的名称就改成了登峰 一直沿用至今 在登峰最有名的就是松山少林寺 我们在街上走着就可以看到许多和松山和少林有关的元素 道路的名字 商铺的名字都很有特点 随处可见的武术学校 更是把武学渊源展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我们走在登峰的街头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削面馆 一开始被推荐 要尝一尝炒刀销 我还是挺惊讶的 在我的印象里 刀销面一直都是山西大同的代表 没想到登峰的美食名片也是刀销面 这样我一下就来了兴趣 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呢 也是当地朋友推荐的 我们要的是椒炒刀销 看着满满灯灯的辣椒 小碗是13大碗是14 以我们吃刀销面的经验来看 可以很明确的判断 这一碗刀销面一定是手工销出来的 因为它相对比较散 而机器销出来的更成形 这样的炒面也足够入味 每一根面条都能裹着酱汁 特别够味 焦炒刀销的配菜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豆芽 蒜苗 再加上大量的辣椒 吃起来还有浓郁的豆瓣酱味 吃这样一碗面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过瘾 也很有满足感 我现在已经快把面吃完了 还有拌碗辣椒 登峰的这个炒刀销确实非常有特色 而且辣的非常过瘾 我一边吃旁边有一个阿姨就一边在说 一点都不辣 看来当地人对于这个辣度是很能接受的 如果大家是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美食的话 那到登峰这边就可以尝一尝这个特色炒刀销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